柯文哲跑出來講說 用名嘴網軍治國 遲早會有報應 要蔡英文總統 黨政軍退出媒體 我看了其實心情蠻難過的 就是你如果把這些話 用來對於中共 對台灣的這個滲透作戰 或者是他們對我們的 所謂一條龍式的新聞攻擊 那該是多好的 團結台灣人民的一個政治領袖 但是他們始終把這些武器 包含認知作戰 這些說法名詞 都拿來對付他們的這個政治對手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可惜的事情 如果今天藍綠白 大家把這一些名詞 用在這個共產黨對台灣的打壓 那或許我們也不需要在這邊 真的臉紅耳赤 但是拿來尤其是混淆名詞 認知作戰現在被洗到 人家根本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就覺得認知作戰是民進黨的東西 可是問題是認知作戰 一開始就是共產黨他們自己 他們自己寫對台作戰的武器工具之一 結果被洗到你以為是台灣人在打台灣人 我就覺得很可惜 所以黨政軍退出媒體 各位現在是一個民主自由時代 你說你的 我說我的 他說他的 看你要相信對一個這個就叫做民主 過去的黨政軍在媒體裡面是三台都同一個政黨的 那不才叫黨政軍 笑的 現在是大家都可以說 這怎麼有退出 沒得退出好玩呢 好 沒得到特典都可以頒嗎 大家政治都可以頒請 沒得到特典都有嗎 那為什麼現在還在討論這個議題 你不覺得扯遠了嗎 另外 這一次的出征 那當然各個政黨都有你們的擁護者 支持者沒有錯 但我想 這個領袖主將 或者是民意代表本身的態度很重要 可以說這一次 剛剛出了事情之後 開始躲起來 然後我記得他一天沒有回應媒體嘛 所以給某種程度是放任他的支持者 四處攻擊 所以造成了一些災難 包含唐祈陽 這個我們說星座大師 我的影三聲 那談學歷的時候呢 那結果網友他們就呼罵 你是紅衛兵 你是塔綠班 這個紅是高宏安的紅 綠我在猜應該是指民進黨 也是高宏安曾經唱歌 調侃過民進黨的支持者 那唐祈陽說 應該要比較 誰比較更值得尊敬 結果把他們這個唐祈陽 整個網頁燒爛了之後 而且在講唐祈陽 居然他下面去出征他的說 你當國師的人 你應該先注意你飲食的熱量 這是人身攻擊 我再給各位看一個人身攻擊 這是林靖宜醫師 竟然洪衛兵跑去林靖宜醫師那邊 去攻擊他個人的隐私 你看看 這去攻擊他個人的隐私 我都不忍心念出來 你們這一些洪衛兵 你們這一些科粉 你們難道沒有正常生活嗎 你們難道沒有正常的 我不曉得正常人的那種教育養成嗎 為什麼在政治上面 在台灣我們講究的是 大家可以就事論事的來討論 但是你們卻用最惡毒的方法 去希望去傷害別人 我覺得這是這一件 整件事情討論的時候 最讓人難過的地方 今天這整件事情的源起 是因為高宏安 他用他刻薄的言語去霸凌別人 是他出來佔學歷 如果他在佔學歷的當下 他如果認錯的話 他跟大家道歉 我覺得這事情就結束了 真的 我認真的認為 討論論文 我們可以在這邊大家辯論 每一個人可能都有每一個人的立場 大家也可以有大家的一個支持 未必高宏安一定會輸 但是高宏安 你當時是怎麼面對林志堅的事情 你是用什麼樣的言語 去羞辱別人的 我們現在只是用同樣的標準 去檢討你 可是你現在卻完全 經不起任何的檢驗 你們民眾黨難道就是特別大嗎 比我們每一個人的爸爸媽媽 都還要大嗎 只有你們可以去檢討別人 只有你們可以去凌略別人 可以去霸凌別人 人家只要一檢討你 哇哭倒 哇就不行 你們霸凌我 你們是什麼強差什麼 國家機器都進來了 對 你們這個是什麼黨政軍 你們會有報應 真正有報應的 就是你們民眾黨 黃珊珊說啊 選舉不該選到人格毀滅 我想他指的應該是 請大家不要罵高宏安 他是講柯文哲 柯文哲講女性 不要講人家性侵 人格毀滅 不管他講什麼 陳時中回了一句話 我覺得很有道理 不管你講人家 剛剛講的可能是 性別的霸凌動作 不管是講 高宏安這邊可能有學歷歧視 都不應該要什麼 這個人格毀滅 陳時中問說 有什麼比謀財害命更像人格毀滅 當時黃珊珊怎麼批評陳時中的 他說批評我謀財害命才是人格毀滅 柯文哲在過去的事情上面 他就是用這個更刺激的事情來掩蓋 原來本沒有那麼刺激的東西 等一下一個新聞出來 他就另外另屁戰場 另屁戰場讓大家轉移焦點之後 大家就往來一圓 我們在罵柯文哲的譬如說大巨蛋 假設他罵大巨蛋事情 他就突然間跟你搞一個陳時中的疫苗 開始往那邊去打 他用這種混戰的方式 現在高宏安也很像 用這種混戰的方式 包括連柯文哲也進來 譬如說這兩黨民進黨團 他跟這個資策會 來要相關的資料 要什麼資料 我先跟你說 他要的是高宏安在任職資策會期間 所有研究計畫 還有他出國的相關的資料 這裡我要強調一下 這個東西研究計畫跟出國 基本上都是公費的需求 然後高宏安第一時間聽話說 這個都是私人的東西 你憑什麼來要 這個資策會是一個司法人 你怎麼可以要 柯文哲進去講話說什麼 這侵犯個人隱私 民進黨團 就是這種侵犯個人隱私 變本加厲 就一大堆 各式各樣東西都出來 四肆而悲的說法 我要回憶一下 先講根本的問題 資策會是司法人 沒有錯 但是大家都知道 資策會是政府所 政府要支持的司法 的一個司法人 那基本上 我看一碗你 他在深刻他在理會 已經看不出來 資策會的預算 基本上是要送到 送到立法院來做審查的 每一年都要去 為什麼 七成以上的全部都是政府補助 今天你拿政府補助的 預算的一個民間團體 我去要你的計畫 要你的相關的公費出國的資料 這個有什麼不對 這叫什麼個人隱私 我又不是叫你拿高宏安在資策會的時候 相關的私人的上下班出勤的資料等等之類的 所以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柯文哲不這樣講 你說你看這個民進黨現在已經打到了這種 所謂的連這種個人隱私的部分都不放過的部分 就知道吧 可是你不要忘了 你自己是怎麼樣的狀況 今天的事 今年四月 當柯文哲在質疑民進黨團正式公文 強調正式公文向資策會 要在政府預算下面的 這些所謂高宏安的研究計畫 跟公費出國的資料的時候 你台北市政府是怎麼做的 台設市政府勞動 當時勞動局長陳信宇 大家還記得嗎 他怎麼樣 他自己把台北市政府 對這個靖新聞 他的勞檢的資料 透過他的方式 給私下 私下給民眾黨的立委 讓民眾黨的立委 來開記者會 來批評靖新聞 怎麼樣怎麼樣 結果被自己的 市政府的陣風式打臉 陣風處說 這個東西有高度外洩的疑慮 為什麼 第一 這個勞檢資料 你怎麼會給立委 第二 人家立委也沒有像剛剛講 民進黨團主動公文的新聞去要 不是一個正式的新聞 你只是為了要打擊這個新聞 打擊這個電視台 你用這種方式 我覺得這個陣風處還蠻有概念 第三 對不起我補充 第三 靖新聞難道是台北市政府出資的嗎 沒有錯 弟兄也不是台北市政府 你是勞檢在那邊而已 然後最後這個陣風處說 他就是本來講說這個是高度洩密 高度外洩 但是要不要處理陳信瑜 這個是政治問題 這是柯文哲市長的權責 柯文哲這件事情上沒有處理陳信瑜 沒有啊 完全沒有 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啊 對照柯文哲這件事情 你看看民進黨他是正式行為要支撤會提供相關的公費資料 這個叫什麼 這叫什麼侵犯隱私 現在看得出來民眾黨跟柯文哲跟這個高文哲跟這個高文哲的作法就是說 環境 現在所有的問題 所有問題都是你們綠營的問題 都是你什麼 那個什麼 綠營側翼的問題 可能我們在這邊批評高鴻安柯文哲我們都變成綠營側翼 然後柯文哲加起來 像名嘴治國什麼有的沒 亂七八糟一大堆 你怎麼不想想 如果沒有你高鴻安前面的無知 沒有你高鴻安前面的傲慢 沒有你高鴻安前面論文抄襲的問題 我們想要花時間來考論這些東西呢 這些東西的問題癥結點還是在你高鴻安 還是在你柯文哲嘛 高鴻安前面 四天